行人穿越馬路 下一秒突然被高速撞上 喝醉酒的他當場彈飛 重摔倒地 校車擋風玻璃破碎 車頭板金凹了進去 傷者倒在卡車前 血流如注動也不動 附近民眾嚇壞了 跑了過去發現他傷勢嚴重 立刻報警請求支援 死亡車禍就發生在新北市淡水 二十二號晚間十一點多 三十九歲的流星男子 還在檳榔攤喝酒 沒想到踩到對面草叢上廁所 正準備回頭穿越馬路 卻遭到轎車高速衝撞 當場彈飛十公尺 當時的車禍地點 就在這條彈金公路上 平常這裡車速就已經很快 當時天色昏暗 駕駛一次沒有知道 有行人穿越竟然是撞了上去 而家屬接貨消息一大早 就來這裡進行招魂 家屬一早來到車禍現場 為死者招魂 蹲在路邊燒紙前 還不斷啜棄 完全沒想到自己的家人 竟然會發生橫禍 而肇事駕駛也被一過失 致死罪嫌帶回征訊 萬萬也想不到 原本只是下班要回家 卻撞到人進了警局 記者 加明夏君辰 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